走进安省各大考场 与您共享安全驾驶资讯 Hello 大家好 我是驾驶导师江教练 接下来大家将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去了解一下GOLF考试路线 GOLF考场是在多伦多的西边 这里离多伦多市中心大约45分钟左右 这个考场的G2路线最大的特点 它是有一个要经过火车路了 G2考试整个是需要15分钟左右 我们现在在停车场出去以后 这里做个左转 这个地方虽然是没有停牌的 但是因为是从停车场到外面的交通 我们没有优先权了 我们需要减速 如果没有车可以不用停 但是两边有车让我们需要停的 好 我们现在安全地做一个左转 我们在第一个交通灯做右转 first shopping light to right 进入右转道 前方现在是红灯变绿灯了 我观察一下右边没有新能 我们是不用停的 我们现在有右先选了 加油 这次速度限制排是60了 前面我们加点油 现在是绿灯 先小心看它会不会变灯 如果没有变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点油通过 OK 我们会在前面的交通灯会做左转 所以我们很早机会就要变到左道上去 跑官会跟你说什么时候变道 如果没说的话你就保持诱导形式 好 现在我们变到左道 and change your life when you say 好 看镜子 看满点 加点油 变到的时候呢 要安全 千万不要踩沙车边道 好 前面是有个交通灯 我现在看到的是绿灯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个左转 好 进入左转道 这个灯呢 是一个有 底下有箭头灯呢 有左转专门箭头灯呢 我们就等待这个箭头灯 当然这个是绿灯跟箭头灯都可以左转的 如果有箭头灯亮起来的时候 我们有优先全的现在 好 转过去以后进入小区 那么小区里面的速度呢 如果你看不到速度现在排了 那它就是50了 好 现在看到前方有火车道了 火车道呢 一定要减速 我们先松脚左右看看 安全了 然后我们再通过 因为这是工业区 所以有很多火车了 火车道了 好 前方又有一个火车道 因为我看到一个显示牌 好 进火车道之前要注意先观察 然后松一点点油门 注意观察完以后 我们再进进家里油通过 我们在前面的交通灯做了左转 先进入左转道 现在我们看到是红灯 先进入左转道 等待 这个左转灯呢 这个左转灯呢 有可能也是有 专业的这个左转道了 啊 左转灯了 好 我现在先预判 预判看看左边 它中间中间的那头 那个中间线在那里 好 变灯了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这个时候对面是红灯了 我们有优先权了 好 迅速加油 然后变到右道上去 因为考官不说 你也是要变到右道上去的 好 这个没有出现的牌 是走50了 我们现在只通过这个绿燃的路口 好 我们进入这个小区 右转进入这个小区 考试的时候 考官不一定说 一定要走哪个小区 做那些动作了 所以考试路线有很多条 我目的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整个考试过程 我们现在前方做一个 平行爬车 我们现在先打右灯 慢一点点滑行 跟这个车尾巴 对齐两部车 一个开门的位置 好 过退打 这个时候要360度看看 如果后方有车来的话 我们需要让他再看看有没有小孩 OK 转身体看 你看我360度转身体看 OK 好 我们就可以做了 做的过程中要慢一点点做 那么每个教练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平行爬车的教学方法 你只要做好就可以了 平行爬车是允许你调整的 好 我们往前调整一下 然后再往进行调整 OK 现在跟前方的车有点近 我们往后退一点点 我们往后退一点点 看到他他后轮 OK 然后手刹拉起来 OK 考官会跟你说 Let's go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好 先通过镜子上看 再通过倒货镜上看 再看那个左边的倒货镜 没有车来的 但是我发现前面太近一点点 所以我还是往后退一点点 好 出车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后分 绝对安全的你才能走 如果你从镜子上看到有车来了 你就不要走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刚才我们做的一个小平行爬车 叫做Parallel parking G2的考试呢 他要考Parallel parking 然后上坡或者下坡停车 然后还要再考一个三点掉头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3.10 先打右灯 靠右边停车 一路边30厘米左右 车身要平行 不需要parking 这个时候我们往左边打的 观察对面没有车来 从到后镜上先观察 后方没有车来 然后我们现在要摆头看看满点 OK 然后就可以 安全的就把满车盘全部打过去 不要到人家私交路上面去 好 现在打右灯 挂退档360度观察一下 如果在做的过程中来车了 只要他减速 你一样可以做 如果他没有减速 你要让他们先挂 然后挂 这个挂前进挂 然后左边灯 左右看看 这时候最关键还要看看右边 因为右边可能会有车来了 因为前方有空间的 再做一个上坡或者下坡停车 好 打灯靠右边停车 靠G2的时候呢 他有做上坡或者下坡停车 我们现在做一个上坡停车 好 停住以后 我们可以挂空档 然后把满车盘全部都打上左边 OK 然后parking手上拿起来 好 Let's go We're safe 挂前进挂 打左灯 观察到后进 左边到后进 我们再看看满点 一定要确保安全在走 如果你从镜子上看到有车来 我们可以让他先过 现在有部车来了 好 现在看看满点 回走了 即便刚才已经看了满点了 你临走的时候 还是需要再看一次满点 好 我们现在在前方的路口做个左转 这是street turn left 这里有个停牌 我们应该停在人行道之后 先停住 然后左右观察一下 这种路口的我们有停牌 别人没有停牌 并且你是左转的 那么需要你让两边方向的车 好 两边都有车了 左边那边应该是安全了 快安全了 右边那边有车来了 好 我们就耐心等候 我们就耐心等候 OK 右边 过了这三部车 还有一部车来 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停牌左转 是需要有耐心等待了 好 现在我们应该有机会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OK 加点油 迅速提速 那本来应该是要换到右线上去 但是右线上 这条道是要中止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换到右线去的 好 接下来 我们在前面的交通灯做个右转 我们先换线 换到右道上去 我现在看到前面是红灯了 所以先捡一点素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预判一下 待会儿如果绿灯的话 右边有没有新能过马路 好 绿灯呢 安全 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 加点油 速度限制是50 并且我看到了火车路 好 减速 左右看看 然后再通过 考试路线呢 是不会千篇一律的 不同的考官都有不同的路线 然后我们前面又经过一个火车道 我们要开始减速了 左右看看 然后再通过 我们在前面的交通灯右转 我们待会儿就回到考场了 好 开始打灯 如果继续是红灯 如果继续是红灯 我们要停稳 停在白线后面 好 先让前方的能过马路 然后要往前滑一点点 看左边那条道 右道有没有车 现在看到有一部车了 好 现在应该OK安全 OK 够 加点油 我们的考场呢 是在左边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 换先换到右道上去 换到左道上去 不好意思 那么考官可能会那里晚一点再换到 或者他也可以在这里那里换右道 换左道去考你的 然后这条速度呢是60 前方现在是红灯了 需要提早减速 因为我看到后方有部车跟我们很近了 所以你要提早减速 好 前方已经绿灯了 OK 左右观察一下 好 绿灯 我们只通过绿灯的路口 眼睛要看远 前方呢 我们在红灯左边是考场 前方交通灯 我们做个左转 嗯 现在是绿灯 但是要有黄灯意思 要减速 啊 往前滑 他没有变灯了 你就进入交通 然后很安全 我们就走 好 我们现在回到考场了 我们在前方做个左转 好 回到考场的时候 考官会让你做个头进或者尾进 当停好车以后 考官就会告诉你 考试的结果 好 考试路线呢 其实有很多条了 啊 我们走路线呢 只是其中的一条 并且路线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本期视频呢 仅供参考 欢迎大家订阅 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